我们继续关注页面的内容 下面的内容呢 跟我们的手艺是一样的 可以左用去滑动 然后去加载我们的数据 那我们怎么去做呢 滑动的话我们用Sweeper组件 那我们先去把布局 我们先去给它写一下 我们在follow tab 同级我们再去给它写我们的内容 这里呢我们也给它声明一个叫follow list 这里面放我们的数据 我们先把它的样式呢 先简单的去给它搞一下 我们跟follow table是一级的 我们在这里直接给它一个flex1 让它的高度呢直接撑开就可以 给它加一个border EPS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那可以看到呢 这里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滑动区域 那我们只需要把Sweeper 做一个高度100%的一个内容 给它插到这里面 其实就可以了 回到我们上面 这里呢我们去给它实现一个Sweeper Sweeper里面我们留两项 一个里面呢我们放我们的文章信息 这里呢我们比如说放文章 下面呢我们放作者 像上面这些属性呢我们都给它删掉就可以了 我们全部不需要 但是我们要给它加一个类名 类名呢我们叫follow list 刚刚SWIP Sweeper 然后把它的高度呢 我们需要给它撑起来 这样的话我们里面在去滚动的时候啊 是可以滚动的 所以我们需要让Sweeper跟SweeperItem 我们全部啊全都是百分之百的高度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 在这里 首先是它 我们给它一个高度百分之百 然后它下面呢啊会有一个SweeperItem 高度呢我们也给它一个百分之百 保存一下然后看一下效果 这样的话啊我们的内容啊就可以去切换了 那我们的文章内容呢之前我们已经去实现过了 所以我们直接在这里啊是不是直接可以引用 那我们把这个标签我们先给它删掉 我们用一个什么呢啊 我们用一个啊 ListSchool 这是不是我们之前去做的一个滚动的组件啊 在这里呢有一个ListSchool 这里我们去封装了一个区域滚动的一个组件 那我们直接在这里引 引完之后呢我们再去随便写一些内容啊 我们V-4 Item啊我们印一个100 然后呢把我们的Item打印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内容呢啊 我们可以去滚动一下 可以发现它滚不了 滚不了我们打开啊打开我们的检查 我们去检查一些元素 我们往上面看 先从啊我们的Sweeper Item看 我们的高度呢是520 正好是我们这么一个区域高度 走到我们的SchoolWale里边呢我们可以发现它的高度呢是2600 它跟我们实际我们里面的内容高度是一样的所以它并不会发生滚动 如果想让我们的SchoolWale就是我们的区域滚动发生滚动呢 它的高度啊必须是要小于我们里面内容的总高度的这样它才会发生滚动 但是它的高度是2600 我们往上找一层 可以发现上面呢啊 其实它也是2600 那现在是不是这里就出现问题了 那么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在class是School这个标签上面我们给它加一个高度 高度是多少呢是100% 现在再看它的高度就是520 我们就可以正常滚动了 所以我们需要回到我们的ListSchool里面 在School这里这个标签上面我们去给它加一个高度 高度呢我们给它写一个100%保存一下 那回过头了我们去刷新我们的页面 它就可以正常的去滚动了 整体看我们的结构呢 在这里其实跟我们首页的结构还是多少会有一些区别的 所以我们在去布局的时候一定要去注意这些区别差异 然后去写不同的我们的布局样式 才能达到我们最终的一个预期效果 那我们外层去实现了 我们是不是该去实现里面的内容呢 那内容的话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是不是把这个内容 我们换成什么呢 ListCard 这是我们的卡片内容 这个内容呢 它会接收一个atom 把我们需要的卡片内容传给它就行 但是我们现在呢并没有获取内容 所以我们先要去把我们的内容给它获取一下 所以我们先把它注视掉 那要获取内容 获取的是什么内容呢 就是我们列表里面我们收藏了哪些文章 我们只需要去获取我们收藏的文章 其实就可以的 那么我们去写一下在Cloud Functions里面 我们先去新建一个云含数 我们叫get follow 然后创建 现在呢我们去获取一下关注列表的数据 首先第一步啊 我们先去声明db db等于unicloud database 先去声明一个数据库的引用 然后我们的event呢 我们去给它接收一个参数 我们这里给它先干掉 等于一个event 然后把我们的参数写在这里 肯定是要接收一个user id 那看一下我们的list 在这里 我们list里面呢 我们去给它追加了一个字段 叫e-slack e-slack呢 就表示我们当前是不是去收藏了这个文章 然后我们去给它返回了一个字段 那么这个字段呢 是哪里来的 我们是通过我们user表里面的 一个articlexids 这么一个数组 去保存了我们收藏的字段 所以首先我们是不是要先去保存 我们收藏文章的这个数组字段 然后再看里面有没有当前文章id 就是下面这一个步骤 我们去给它追加一个e-slack 然后我们通过去判断数组的 e-slack是不是存在 那是不是就能够做到 我们获取收藏文章列表的这个功能呢 那我们去给它写一下 回到这里 首先我们先去声明一个use 等于什么呢 等于alert db.collection 然后传user 我们获取user表 .doc doc呢 我们把userid传给它 然后.get 我们获取我们的实际数据 这里我们叫userinfo 然后呢 userinfo等于什么 userinfo.data 我们取它第零项 这样我们可以拿到一个对象 如果不这样写的话 我们拿到它data里面是一个数组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用 所以我们要拿到对象 拿到之后 我们是不是就要去获取我们的列表数据了 那列表数据呢 我们怎么去获取呢 我们去cost list 然后等于alert db.collection 然后我们article 在这里呢 我们使用聚合aggregate 使用聚合呢 可以方便我们去操作更多的一个数据 那我们需要先去给它添加一个字段 add fields 这个字段呢 我们就叫e-slack 那冒号等于什么呢 这里我们去声明一个聚合操作符 那我们就用dollar表示 dollar呢 等于db.command.aggregate 这样我们就声明了一个聚合的操作符 然后我们用它的一个印的一个方法 去接收一个数组 那么数组里面第一项就是我们需要包含的这个字段 在我们当前获取的这些数据里面呢 查找某一个字段 我们用dollar-id 这就表示什么呢 表示去我们数据里面查找id这个字段 找到之后 第二个字段我们要给它去传一个什么呢 去传一个数组 我们要去数组里边找到id 这个字段返回的值 那么印呢 其实就是从数组里面找到某一个值 然后返回一个true或者false 给我们的这个变量 那么这个数组是什么呢 就是userInfo 点article a-lags a-ids 是不是这个数组 那我们现在呢 就给我们数据里面添加了e-slack e-slack就表示这个文章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收藏了 接下来我们再去筛选一下我们的数据 那筛选的话 我们用project 那我们不去返回content 我们的content的数据有很多啊 所以我们去给它传个零就可以 我们不去返回 接下来我们还要去做一件事 就是只把我们包含e-slack是true的这些数据 我们给它返回 所以我们要去做个筛选 我们用点match match呢 可以去筛选我们的数据 筛选谁呢 筛选e-slack 如果e-slack是true的话 我们就去做一个筛选 我们就只返回 包含这个条件 就是说这个条件成立的数据 我们才给后端返回 最后我们点m的 结束我们的聚合 最后把数据返回来 那么整体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这就是一个流水线 我们从上面一直运行到下面 首先呢 我们先声明聚合 然后去给它添加字段 添加完字段之后呢 我们去筛选我们需要的字段 就是把content的这个字段呢 我们给它干掉 最后呢 我们就match 我们去筛选数据 筛选e-slack是true的这些数据 我们才最后end 我们去返回 这样呢 我们的数据就已经OK了 然后我们再把list 我们去给它打印一下 我们这里呢 声明一个code 我们给它一个200 然后呢 message 我们给它一个叫更新成功 最后呢 data 我们就等于list 点data 我们看一下我们写的有没有问题 我们去测试一下 我们右键去新增一个运行参数 去填一个UCID 等于什么呢 我们在上面去抄一个下来就行 我们把这个UCID 我们给它拿下来 填到这里 保存 保存之后 我们去上传一下 上传并运行 看我们返回的结果 我们清空一下数据 那其实我们这里呢 可以看到这里还是有问题的 我们一直在犯这个错误 我们不应该用Cons 我们应该用let 先等我们的数据给我们返回 运行失败 就是它的问题 我们改成let 然后我们再去进行一次上传 那么成功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数据 就这么几条我们收藏的内容 然后我们去实际调用一下 回到代码里 首先在comments里面 IP list 在最后面 我们去给它增加一条 export getfollow $http 这样呢 我们先去定义我们的API 定义API之后呢 在我们的页面里面 我们去给它调用一下 在这里 我们去getfollow 这次点 $API.getfollow 我们点证 我们去把返回的内容 我们去给它答应一下 然后这里我们需要传什么参数呢 我们其实什么都不用传 因为user呢 user id是在我们公共的区域 我们去给传的 就是在我们的这里 https里面 这里所有的接口呢 我们都会给它传一个user id 所以这里我们就不需要传任何的参数 我们直接调用 在什么地方呢 unload的时候 我们去给它调用一下 这次点 getfollow 然后保存 回到我们的页面里 看console 这样给我们返回一个 更新成功 然后返回了两条数据 这样数据拿到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渲染我们的内容了 那回到上面 我们在这里把注释打开 我们先在下面啊 去写一个字段 放我们的数据 那list 然后我们再把list渲染到我们的页面里面 是不是list card我们需要去循环一下 那么v-for v-for呢 就是item in list 然后呢 我们去给它一个k k呢 就是item.id 然后把item 我们再传给list card 这样其实就可以了 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那这里呢 给我们有一个报错 报错说我们要传一个object 但是我们却传了一个字符串 那是为什么呢 回来看一下 这里我们丢了一个猫号 所以我们传的是item 我们就传的就是一个字符串 所以会给我们报错 那么我改一下 加上我们的猫号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传我们想要的内容了 再回到列表里面 我们刷新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呢 我们的内容其实就已经显示成功了 然后我们把其余的边框 我们再给它去掉 这就是我们 об难道的